這麼大罐4公升的75%酒精 6罐只要2000元 訊息在網路上是出信 不少民眾等級購買 結果匯了款發現被騙了 為了取信消費者 嫌犯大頭貼上 還附上了健保局投試 寫下屏東海峰藥局的字樣 結果根本沒有這間藥局 全是虛構的 但疫情期間酒精缺貨 導致10名民眾因此受騙 金額約16萬元 一市價一半的價格 販售防疫酒精方式進行詐騙 嫌犯是他28歲的無性男子 又詐欺前科 無意的他竟然撤三級 警戒大賺黑心防疫財 網路販售口罩跟酒精等防疫物資 但高雄警方不只抓到詐騙 還揪出了仿冒3M的防毒面具 跟綠毒罐的不肖業者 業者排證物全都是仿冒假貨 拿真品跟仿冒品比一比 行動上真品的比較窄 而包裝帶上的顏色也比較深 但乍看之下都很像 就連過濾免俠也都有仿冒品 而這些貨嫌犯工程是在去年7月 透過管道向大陸地區的廠商 以人民幣8到18元 約等於台幣34到77塊錢 不等的價格寄貨 再以新台幣1000元到1000元左右 翻7倍的價格販售賺取暴利 而疫情期間詐騙集團無所不用其極 雲林業網友收到中華郵政的E-mail 信中說自己7月3號包裹 沒有繳交關稅369元 而內容還附上了郵政編號 還有點擊鈕 但點進去卻是信用卡的付費頁面 這通通都是假的 郵局提醒只要是英文的E-mail 或是簡訊通知 要線上付款或辦理油誤的 通通是詐騙 千萬不要點連結 以免受騙上當 TBX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B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B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 等你喔